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呢开始学习电路 我们首先呢 把电路的基本概念 和我们这门电路课的 基本性质呢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那么也就是 第一章的第一节 电路和电路模型 那么什么是电路呢 电路 就是为了某种 需要由某些电供设备 或元件按照一定的方式 组合起来的 电流的通路 那么我们下面呢 看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电路的 实际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这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 就是我们那个 鼠电筒的一个实例 那么这一部分呢 这是电池这是灯泡 那么把电池呢和灯泡呢 我们用导线呢 连接成一个电流的 一个回路 那么这个地方呢 再加了一个开关 那么为了控制 这个灯泡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一部分电路呢 由这么几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 就是电源 也就是电池 那么它呢 为整个电路呢 提供这个能量 另一部分呢 就是灯泡 也就是我们把它叫负载 那么它呢 是消耗能量的 那么然后呢 连接这个电源和负载的 的就是这 就是导线 那么导线呢 连接起来以后呢 这个电路呢 就构成了一个电流的通路 我们为了控制这个电路 使电路呢 能够呢 按照人的意思呢 来工作 所以呢 我们再加了一部分 叫控制开关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非常简单的 这个电路呢 主要由这四部分构成的 当然其他电路呢 也是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再加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 功能的元器件 那么电路 实际电路的 尽管呢 形式多样 但是归纳起来呢 其主要作用呢 主要是这么两点 第一点 就是实现电能的传输 分配和转换 那么这是一个电力系统 电路的一个思议图 好 这个呢 我们都不陌生 那么它这个电力系统呢 由哪几部分构成的呢 只要由这么几部分构成的 第一 发电机 那么发电机呢 它把这个 其他形式的能量 比如说水能 热能等 转换成电能 那么我们发电厂呢 一般离用电单位呢 距离呢 非常远 所以呢 我们为了必须要进行 远距离传输 当然在进行远距离传输的时候 我们为了节约材料 和减少 减少电能的损耗 我们需要进行高压速电 所以呢 我们首先 把发电机 出来这个 发电机 发出来的这个电 我们 先用升压器呢 把它升高 然后呢 再进行 再通过速电线路 进行远距离速电 然后呢 再供给这个 供给一个 用电单位 那么这个高压速电呢 对我们用电 来 用电的单位来说呢 这个比较 不安全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电压呢 降到我们 安全的范围内 所以呢 必须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有一个 降压变压器 那么这个地方呢 然后呢 降压变压器呢 直接把电呢 供给用户 好 这是一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系统 那么 电路的 第二个作用 就是传递和处理信号 那么 这个是一个 扩音机的电路 是一头 好 那么 这个呢 左边这个呢 就是话筒 那么 中间这个方框力嘛 这就是 扩音机 那么扩音机呢 右边这一部分 就是扬声器 就是我们所说的喇叭 那么 那么我们人呢 对着这个 话筒的说话 那么话筒呢 可以 把我们这个人的 语音信号 展换成 电信号 那么 放大器呢 扩音机这个电路呢 把这个 语音信号呢 进行放大 然后呢 通过这个 输出 到喇叭 我们就能 清到一个 放大的信号 那么 这个电路呢 只要是把这个信号呢 进行了 传递 和放大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电路中的几个 基本概念 那么 第一个概念呢 就是 就是 激励 那么电源 或者信号源的电压 或电流 我们称之为 激励 那么也叫做 输入 第二个呢 概念呢 就是响应 那么 什么是响应呢 响应就是 由 激励呢 在电路各部分 产生的电压 和电流 那么也叫做 输出 这是 输出的 另一个名词 那么 另一个概念呢 就是 电路分析 什么是电路分析呢 所谓的电路分析呢 就是 在已知电路结构 和元件参数的条件下 我们讨论电路的激励 和响应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一般说 这个 你对电路呢 进行分析 实际上就是 让你求解 这个输出 和输入之间的关系 好 这就是电路分析 那么电路理论 什么是电路理论呢 电路理论 就是研究电路中 发生的电磁现象 并用电流电荷 电压磁通等物理量呢 描述其过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电路理论 那么电路理论呢 只要用于 计算电路中 各起见的端子电流 和端子键的电压 并不涉及 内部发生的物理过程 这就是电路理论的 特点 那么我们这个电路理论呢 只有 是研究端子 也就是起见端子 外面这个端子之间的 电压和电流之间的一个关系 至于这个起见 内部发生的物理过程呢 我们这个电路理论呢 不去讨论去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电路理论的一个特点 我们本书讨论的电路 不是实际电路 而是其模型 因为实际电路呢 形式多样 而且实际电路呢 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我们为了便于分析和计算 我们把实际电路呢 进行抽象 也就是用其电路模型 那么什么是电路模型呢 咱们看看电路模型 是一种什么样的电路 那么所谓的电路模型 就是 就是由理想电路元件 相互连接而构成的一个电路 理想元件 那么什么是理想元件 那么下面我们再给它一个定义 所谓的理想元件呢 就是具有某种确定的电磁性能的 这个假想元件 它具有精确的数学定义 这就是一个理想元件 那么也就是说理想元件呢 它这个电磁性能呢 电磁性能 是有个确定的电磁性能 而且我们能写出来它 这个精确的数学定义 当然这种元件呢 实际种是不存在的 我们只能说这个元件的性能呢 无限的接近理想 但是实际种是不存在的 理想的元件的 所以呢 我们这只能说 这个理想元件 是我们抽象的一个 一个元件 那么我们常 我们常用的理想的电路元件 主要有 第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电阻元件 这是电阻元件的符号 那么电阻元件 它都 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电阻元件呢 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这种元件呢 它自消耗电能 消耗电能 也就是说 这种元件呢 它仅仅是消耗电能 而不存次能量 这就是电阻元件的主要特点 第二 电感元件 电感元件 这是电感元件的电路符号 那么电感元件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电感元件呢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它自磁藏磁能 自磁藏的磁能 它既不消耗电能 也不存次能 电能 它只是一个 存次这个磁能 也就是存次能量 但是呢 它不消耗能量 也不消耗电能呢 既不存次电能 也不消耗电能 自存次能 这个磁能 当然存次长磁能呢 它也不消耗磁能 第三个呢 就是电容元件 电容元件呢 这是电容元件的电路符号 那么电容元件呢 它有什么特点呢 电容元件呢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它是自磁藏电能 当然它不消耗电能 也不持 磁藏呢 磁能 当然它也是一个磁能元件 而它不消耗能量 它自存次能量 自存次什么能呢 也就是它自存次这个电能 所以呢 这里面呢 这三个元件 也就是说电阻呢 它仅仅是消耗能量的 而且是消耗电能的 我们电感呢 它不消耗电能 它仅仅是存次能量 而且是存次次能的 我们电容呢 它也不消耗能量 它也仅仅是存次 电能量 那么第四个理想的电路元件 就是电源元件 那么我们理想的电源元件呢 有这么两个 一个是电压源 一个是电流源 关于这两个电源 我们在后面呢 陆续会详细的解释到的 我们现在呢 我们在这呢 再不啰嗦了 第五个 就理想的导线 那么也就是说 要在电路中呢 把各个 各个元器件呢 连接起来 一定要导线 当然导线呢 它是有电阻的 还有其他 还有其他呢 还有其他的 这个因素 那么我们呢 在此呢 要把导线呢 抽象一下 就用一种 我们用一种理想的 就抽象出来 一种理想的导线 这种理想的导线 是一种什么导线呢 就是这个导线的电阻呢 为零 那么它在电路中呢 就仅仅起到一个 连接各个元件的作用 好 那么这是一个 实际电路 这是我们刚才 给大家的一个 实际的 一个电路 那么这种电路的 电路模型 我们怎么样给它呢 我们现在给它一个 这么一个模型 好 大家看着 这个是一个 我们给的 一个实际电路的 一个电路模型 那么我们看一下 那么最左边这一块呢 就是这个电源 那么我们把这个电源呢 也就是电池呢 我们抽象成一个 电阻和一个电压源 串联的一个电路 那么这个是电源的 电路模型 那么我们这个灯泡呢 我们用一个负载 也就是用一个电阻呢 来把它模拟 那么这些其他部分呢 这个我们都用啥呢 用这个理想导线呢 把它连接起来 当然这个地方呢 有个开关 当然这个开关呢 我们就是一般的 开关元件 当然这个呢 也有个理想的 也有个理想 我们也就是这种开关呢 盘开以后呢 它就通过它的电流 那等一等 那么闭合以后呢 它两个点压的 也是零 所以这也是一个 理想的元件 那么我们这些呢 所有的这些元件呢 我们通过这个理想的导线 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构成的这个电路呢 就是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 好 那么这个实际电路呢 尽管呢 实际电路呢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我们用这么一个模型呢 把它抽象一下 我们就足以反映 这个电路的主要的电磁性能 那么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 把这个实际电路呢 能给出了它一个理想的电路模型呢 那么就是我们下面这个问题 就是有牵制到一个建模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建模呢 就是说 我们用理想的电路元件 或者它们的组合呢 模拟实际器件 那么这个就是建模 那么也就是刚才这个电路呢 就是我们 刚才这个上面这个电路呢 就是我们 这个电路模型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抽象了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理想的电路元件呢 把它带去了一下 好 那么 那么我们在建模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第一个 必须考虑 这个电路的工作条件 也就是说电路呢 它在什么情况下工作的 大电流还是小电流 高电压还是低电压 那么 高频呢 还是低频 那么应该考虑 它的工作条件 并按不同的精度要求 把给定工作情况下的 主要的物理功能呢 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你分析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给你 你的精度呢 有多高 那么按照不同的精度要求 那么你把主要的电 主要的物理功能 反映出来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考虑的 第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 必须考虑它的工作条件 当然不同的起见呢 在不同的条件下 不同的工作条件下 它的模型呢 肯定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在 首先呢 要建模的时候 必须考虑它的工作条件 当然还有一个精度的问题 第二 不同的实际电路的部件 只要具有相同的 主要的电 主要电磁性能 在一定条件下 可用一个模型呢 来表示 那么尽管呢 我们不见不相同 但是呢 只要它具有 这个相同的 在同一个条件下 具有相同的电磁性能 当然可以用一个 同一个电路模型呢 来期待它 第三 同一个实际电路部件 在不同的应用条件下 它的模型呢 可以有 不同的形式 尽管呢 我们这个 呃 部件呢 是一个 但是在不同的条件下 它的模型呢 应该有不同的形式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个 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实际电感 在不同应用条件下的一个模型 好 那么这是电感 这是我们 在不同的情况下 给电感的三种模型 第一个模型呢 就是直流模型 也就是说 我们给这个 电感呢 通一个直流电的话 那么我们 就是用这么一个模型 也就仅仅用一个电子来 期待 这个电感 就可以 能足以反映它的电子性能了 第二个模型呢 是在较低频率下的模型 那么也就是这个模型呢 如果这个信号 也就是这 这个电感工作的时候 它的电流的频率 如果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我们要用一个电感 和一个电子串联的 这一个模型呢 就可以足以反映它的电子 主要电子现象 那么 最后一个模型呢 是在较高频率下的模型 那么频率高的话 我们不但要用这个电子 电感串联的这个模型呢 要用这一部分 来表示 它的 它的这个电子性能 还必须要用一个 并联一个电容器 来表示它的性能 这个是我们 实际电感呢 在不同应用条件下的 我们用的三种模型 那么看来呢 在不同的条件下 同一个实际起见呢 可能采用不同的模型 所以呢 我们建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桥件 那么桥件不一样的话 我们可能这个模型呢 就不一样 那么当然呢 模型对电路的分析 结果呢 有很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咱们看 有下面这么几点 一个 如果模型呢 取得太复杂 当然我们为了 就更多的反应 这个 实际起见 电子性能 那么我们可能呢 把这个模型呢 取得太复杂 当然 越复杂的话 应该模拟的 电子功能呢 越多 但是呢 模型呢 取得太复杂 会造成 分析的快难 你考虑的因素 要多分析 一定呢 很快难 但是呢 如果取得太简单 你就不足以反应 所需求 写的真实情况 而你如果简简单的 给个模型的话 那只能反映 它某一个 某一个情况 某一种情况 不能反映 很多的情况 所以这是 这是 这是我们把模型呢 取得太简单 所以呢 看来建模呢 一定要根据 我们的实际 工作情况 根据我们的啥呢 根据我们对模型 对这个物理现象的 的了解 所以建模这个问题呢 是需要专门的研究 本次呢 不做介绍 那么建模呢 是一个 是我们 是我们现在电路界 一个研究的 一个热门话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还需要人呢 我们对实际情况呢 要不断的进行探索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在这一方面呢 做点 做点研究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书呢 因为这个建模问题呢 太复杂 我们这个书呢 在这儿呢 不做介绍 第五 本课程在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也就是电路呢 一般指 由理想电路元件 构成的一个抽象的电路 或者电路模型 而非 实际电路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电路 以后呢 我们说电路 实际上是指的 电路模型 我们不 不 不是实际的电路 所以呢 我们这个名词呢 我们要在这儿要强调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要说 我们以后呢 就说电路呢 就是指的电路模型 不是实际电路 第二 理想电路元件呢 我们简称电路元件 以后呢 我们说电路元件 就是指理想电路元件 比如说 电阻 电感 电容 我们这次 我们说这次电路元件 第三 本书中的网络和电路 将不加区别的被应用 意思就是啥呢 也就是说 你可以说网络 也可以说电路 我们电路呢 当然我们就指的是 我们研究的这种电的通路 网络呢 也可以指我们这个电路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电网络 电网络 但是网络呢 人家可以意义呢 非常广泛 可以隐身到其他非电的领域 比如说信息网络 公路网络等等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 既可以说电路 也可以说网络 第四 有质疑的问题 在本诗中呢 我们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一般呢 用小写字母来表示 比如说U 当然这个U呢 就指的 光写一个U呢 就表示这个U 是时间的一个函数 你既可以写U 扩护器 也可以写一个U 都表示啥呢 这个电压 随着时间呢 是变化的 也就是 当然还有一个电流I 这个电荷呢 Q等等 那么也就是我们随时间变化的量 就有个小写字母来表示 当然你可以写一个 就是随时间变化的 这个随时间变化 我们写一个括弧 不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 一般呢 用大写字母来表示 比如说 U IQ 那么电压电流和电荷等等 这些不随时间变化的量呢 我们有个大写字母来表示 第五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那么本书呢 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呢 是电路分析 是学习电气工程技术 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呢 是电路分析 是探讨电路的基础定律 和定理 讨论各种计算方法 为学习电气工程技术 电子和信息工程技术等 建标的理论基础 这一就 这一段话呢 就说明了我们本书的 一个性质 那么我们这儿呢 书的性质呢 就是主要就是电路分析 不是电路建模 所以呢 只是电路分析 分析呢 而且我们是主要讨论的是啥呢 电路的基础定律 定理和定理 讨论呢 各种电路的各种计算方法 就只要是学习方法 也就是你分析这个电路的方法 我们不是进行电路的设计 所以是讨论 电路的计算方法 当然是为学习 以后的学习呢 打下基础 所以呢 电路呢 应该说是你们很基础 很基础的课程 应该说是后续课程的基础 所以呢 我们必须把电路呢 学好 好 第二节 我电流呢 和电压的参考方向 我们都知道 电压呢 和电流呢 是有方向的 而且我们定义 这个电荷的定向流动呢 就是形成了电流 所以呢 通过它这个定义呢 就知道电流呢 是有方向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电路分析时 必须在电路图上呢 指次电压和电流的方向 才能正确的列次 电路的方程 也就是说 你首先呢 要在电路里面呢 指次了电压和电流的方向 如果没有方向的话 那么这个方程呢 根本没办法列 所以呢 我们必须指次 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 好 那么第一个 先讨论一下 这个电流的参考 那么在讨论电流参考方向之前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有关电流的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电流 我们前面说过了 这个是中学物理里面的定义 什么是电流呢 所谓的电流呢 就是带电离子 有规则的定向运动 也就是带电离子 那么有规则的定向运动 它就形成了电流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说电流 它是有方向的 因为你的定向运动 肯定是有个方向的 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电流强度 那么电流强度呢 就是单位时间内 通过某一导起横截面的电荷量 单位时间 那么这一秒钟呢 还是一毫秒呢 等等 这个一个单位 时间内呢 通过导起某一个横截面的 电荷量 那么 气时刻导起中的电流强度 那么也就是某一个时刻呢 这个通过这个导起的电流强度 是多少呢 那我们计算一下 那么按照它这个定义呢 应该是这样 这个时刻呢 通过这个导起这个电流强度呢 H应该是 按照我们的说法 这个单位时间 也就是时间的增量 Δ7 那么在这个Δ7时间内呢 通过的电荷呢 的变化量呢 应该是K5 ΔQ 所以呢 ΔQ与Δ7的比值 这就是Δ 比值呢 当这个Δ7趋近0的时候 就是我们气时刻的电流强度 这个是数学 这是数学上的定义 那么Δ7趋近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K5呢 对实践的导速 这个是数学上的定义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记住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电流强度呢 I呢 有等于电荷对实践的导速 这个公式呢 要数据 如果电流呢 不随时间而变化 那么G 那么这个电荷呢 对实践的导速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把这种电流呢 就是直流电流 这个是 我们啥呢 这个是 我们对直流电流的一个定义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电荷呢 不随时间 它的随时间变化呢 是一个常数的话 这一种呢 这个直流电 好 电流的单位 这个我们的非常熟悉了 不多说了 就这么几个单位 主要单位是安培 如果先安培小的话 我们用千安 如果先安培这个单位大的话 我们用好安 或者甚至未安呢 来表示 那么当然呢 一千安呢 等于十的三次方 一华呢 等于十的负三次方 一未安呢 等于十的负六次方 好 电流的方向 那么我们在电路里面的规定 正电荷运动的方向呢 为电流的方向 这是我们在电路里面的规定 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就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 原件中 电流流动的方向呢 实际方向呢 其实就两种情况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 这是一个原件 那么电流 在原件中的实际方向呢 其实就两种 一种呢 就是从A呢 流向B 当然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实际情况呢 就是从B呢 流向A 这就是电流呢 在实际中的方向 其实就这两种情况 电流呢 流动呢 不是从A到B 就是从B呢 到A 好 就这两种 实际情况 就是这两种 那么到底是 从A流向B呢 还是B流向A 这怎么能知道 它的实际方向呢 那么一个是 通过电路呢 去判断 当然对于简单的电路的话 特别是对非常简单的 这直流电路 那我们是能看得出来的 但是对于复杂的电路呢 我们未必能看得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进行判断 那么在判断电路中 某个字路的实际电 实际电流方向时呢 是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对于复杂 分析复杂的直流电路时 电流的实际方向呢 往四线难以判断 你要知道这个电流的实际方向呢 对于简单的电路 是能看得出来的 或者我们稍微经过判断呢 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但是对于复杂的电路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大规模集成电路 里面呢 有几百万几千万个元器件 我们怎么样能判断出 每一个元器件上 这个电流的方向 那是非常快难的 所以呢 这个对于分析 这个复杂的直流电路呢 说实际方向呢 是非常快难的 要把实际方向呢 找出来很难 很快难 第二个 原因呢 对交流电流的方向 它是随时间变化的 那么在电路头上呢 无法用一个键标呢 来表示出它的实际方向 这个是 因为交流电路呢 它这个方向呢 不断的随时间呢 在变化 所以呢 我们在图上呢 没办法用一个键头呢 来表示 它这个固定的方向 这个交流电路 它随时间呢 方向在随时间的 不断的变化 你没办法 就用一个不变的方向呢 来表示它 那么这个呢 那么我们上面这两点呢 说明了这个 你要真正中正的判断 电路总这个实际电路的方向呢 是快难的 我们刚才说了 只有比较简单的支流电路 我们可以经过 经过简单的 经过分析和判断呢 是可以给出来的 但是对于复杂的电路呢 你就很快难了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任意假定一个方向 作为电流的方向 我们把这个方向呢 作为 称作电流的参考方向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不要管电流的实际方向 到底是从A到B 还是从B到A 你只要给它一个 任意指定一个 电流流动的方向 就行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方向呢 叫电流参考方向 也就是说 你随便给它指定一个 方向 就是这个参考方向 当然呢 这个参考方向呢 不一定与实际方向的一致 也就是说 你随便指定嘛 那当然也有可能 跟它的实际方向一样 也有可能和它的实际方向呢 不一样 那么如果 一样和不一样的话 对分析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看 电流的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的关系 那么当电流的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 一致死 电流呢 为正值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 假如说电流的实际方向呢 就是从A到B 而你给定的这个参考方向呢 也是从A到B 那么我们分析计算出来这个电流呢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流呢 就是正值 这个电流呢 就是正的 如果电流的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呢 不一致死 那么电流呢 就是负值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 人家实际的方向呢 从A到B 但是你指定的方向呢 参考方向呢 从B到A 那么这个电流呢 就是个负的 所以呢 我们根据 这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我们只要 我们不要害怕 电流 我们不知道电流的方向 我们只要指定它的参考方向 如果我们经过分析计算 出来这个电流的 电流如果是正的 正值 我们就说 我们这个电流的参考方向 就是实际方向 如果我们算出来 这个电流的四个负值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 断定 我们这个电流的参考方向呢 和实际方向呢 反了 那么实际方向呢 刚好跟我们参考方向的 相反 所以呢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只要 给定一个参考方向 就够了 所以呢 看来也就是 我们如果 给电流一个正负号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电流呢 就成为一个代数量了 也就是它有正有负 所以呢 既有大小 也有方向 那么它的大小呢 就是这个 它的绝对值啊 那么它的方向呢 通过 它的征负号呢 来判断的 如果它是正的的话 那么表示实际 电流的方向呢 和实际方向的相同 如果是负的的话 表示这个方向呢 电流的实际方向呢 跟我们参考方向呢 相反 所以呢 我们这是电流呢 我们是一个代数量 它既有大小 也有方向 方向呢 通过正负号来判断 大小呢 就是通过它的绝对值 就是它的绝对值 好 这是电流 那么电流参考方向的 两种表示 那么我们在这个电路 电路头上呢 怎么样表示 这个电流的参考方向 第一个 我们用箭头呢 来表示 那么这个电流呢 也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箭头 直接用一个 再方向的箭头 来表示这个电流 那么你看 我们用一个电流 这个箭头 后面写个I 那么表示这个电流呢 从A呢 流向B 也就是用箭头的指向呢 为电流的参考方向 第二个 用双下标呢 来表示 那么比如说 这个IAB 那么它表示 这个电流I的参考方向呢 就是由A呢 到B 这个是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两种表示 一种是 你用箭头呢 直接表示 再度呢 我们用 再双下标的 这个字母呢 来表示 这个电流的实际方向 的参考方向 好 那么 第二个 我们看电压的参考方向 其实电压的参考方向呢 与电流的参考方向呢 一样 那么 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电压 电压呢 我们指的是 两点之间的 电位之差 这是电路总的定义 那么电压的方向呢 在电路总规定 电位降低的方向 就为电压的实际方向 那么 我们在电路总 已经指定了 高电压呢 电位呢 从高指向低 这是电压的方向 那么我们一样 我们在实际电路总呢 很难能直接呢 看出来 或者 经过简单的分析呢 能得出来 这个电路的 电压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在分析电路时 同样呢 有必要 指出这个电压的参考方向 那么这个参考方向呢 就是假定电压降低的 电位降低的方向 那么就是一个电压的方向 有必要指定 那么也就是 跟电流的参考方向一样 也随便呢 任意指定一个方向呢 作为电压的参考方向 当然 如果我们这个参考方向呢 与实际方向一致死 电压呢 就是正值 那么这个是跟电流 刚参考方向和实际方向一样 如果我们指定的这个参考方向 跟我们它的实际方向一样的话 那个电压呢 就是正的 如果电压的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不一致死 电压呢 为复制 这个前面的说法一样 所以呢 这个电压呢 也是一个带数量 它既有大小 也有方向 也就是说 它的大小和方向呢 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个U呢 就能来反映出来 U呢 如果是正的 那就表示它呢 我们这个参考方向 跟实际方向一样 复杂的话 它方向相反 当然它的素质呢 它的大小呢 就是它的 有对值 这是电压的参考方向 好 电压参考方向的 三种表示 第一个 我们用这个双键头来表示 用箭头来表示 电压的参考方向呢 第一个呢 用箭头来表示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 我们这个参考方向呢 是A指向 电压的方向呢 是A指向B 那么就A呢 是高电位 B呢 是低电位 我们用这么一个带电头的线段 来表示 这么电压呢 写上 第二个呢 就是用 增负级来表示 电压的方向 好 那么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A点的电位高 B点的电位低 电压的方向呢 由A到B 那么我们用这么一个 带极性的这个 也就高电位呢 我们用一个 正号呢 加号来表示 低电位呢 我用个减号来表示 那么电压的方向呢 从高电位呢 指向低电位 那么加 正号 正号 减号 那么 加号减号 那么我们中间写个U 那就表示 这个A点的电位呢 高于B点的电位 那么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我们 用这个 增负级性呢 来表示 第三个表示呢 第三种表示 就是用双下标呢 来表示 那么一样 我用一个UAB 表示 这个电压U的参考方向呢 就是由A呢 指向B 也就是说A点呢 是高电位 B点呢 是低电位 这个是我们 电压参考方向的 三种表示 好 一种表示呢 该电流一样 也是我们用这个 箭头来表示 一个呢 一个呢 是用这个 征服机来表示 第三个呢 就是用这个 电压 也就是用双下标呢 来表示 这也是 他的三种表示方法 好 第三个名词呢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关联参考方向 关联参考方向的定义是这样 如果原件或者资路的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相同时 我们称之为关联参考方向 反之称为非关联的参考方向 这个是一个名词 也就是说 这个资路呢 或者原件上的电压和电流呢 如果方向一致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关联参考方向 不一致 我们叫非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呢 我们以后呢 就经常说 关联参考方向 非关联参考方向 就是指的是 这个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关系 两个方向如果相同 关联参考方向不同 非关联参考方向 所以呢 我们说关联 就是指它两个方向相同 非关联的方向不同 好 那么这个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原件上 原件的电压呢 高电位 低电位 电压的方向 从左到右 那么电流的方向呢 也是从左边的流向右边 那么两个电压和电流呢 方向相同 电压和电流的方向相同 那么关联参考方向 那么这个呢 显然电压和电流呢 方向不一样 电压呢 方向呢 从右指向左 电流呢 从左流向右 这个方向呢 就是非关联的参考方向 那么这是 我们给的这个名词 也就是关联参考方向 和非关联的参考方向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看我们在 对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进行标注的时候呢 应该知识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在分析电路前呢 必须选定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 你在进行电 电路分析之前呢 必须要指定 电压和电流的方向 那么我们不能知道 实际方向呢 我们一定要给出 它的这个 参考方向 一定要给出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负责 我们没办法分析 好 这次我们追的第一点 要在电路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选定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第二 参考方向一定 已经选定 必须在头中 相应位置呢 标注 也就是说 你一定选定一个 参考位置以后 一定要在头中呢 相应的位置上呢 指出来 比如说我们 元件上的电流 的方向 你指出来 或者两段的电压呢 一定要标出来 那么这个元件 比如说电阻上的电流 电阻上的电压 你写出来 电阻上的电流 IR 电压上 电压的UR 一定要标出来 而且在计算过程中呢 不得任意改变 不能说我们标定了以后呢 标定后以后呢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的方向改了 那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一定选定以后呢 方向就不要 不要改了 第三 参考方向不同时 其表达式呢 相差一个符号 但实际的方向呢 不变 所以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参考方向呢 与实际方向不一样的话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呢 仅仅相差一个符号 实际方向呢 不会改的 所以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也就是说大家 随便指定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就行了 随便指定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第一个参考方向的参考方向呢 再来看看